好 殿下 殿下 怎么了 怎么不着衣袜 会着凉的 方才 您可以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 这般晚了 东宫请殿怎么会有奇怪的声响 会不会是职业的工人 不行 我心中总觉得不妥当 我得去看看 这虎服是否还在 这虎服还在 殿下可放心了 事关重大 此武官或者东宫和长州宫的荣辱 不得有时 倘若真的出了壁楼 我的储君之位不宝道还好说 就怕是牵连到母后 这些时日 我一直寝食难安 这虎服 这虎服就像 就像左命的神套 累得 累得五喘不过气来 殿下也是太过较心了 这虎服在宫中放了这么多年 如何就丢得 在父皇手中放着 与在吴手中放着 这能一样吗 不行 这宫中人多眼杂 放在东宫里 我总觉得不踏实 是 那不若咱们这几日 先不住在东宫 将虎服带去子柜别院 那的守卫 是切兄孙慎的亲信 殿下也可放心些 待在调兵潜将时 再将虎服带回 对对对 这子柜别院人少 也安全些 那屋明日 就将这虎服带出宫 放出去 女公子 快起来啦 怎么门都没关 女公子 怎么睡在这儿啦 女公子 日后可不能这般睡了 老夫人说了 睡觉着凉 将来到老了 会不计事的 老夫人自身便是如此 现在记性 已经不大好了 但我们这些贺送不好过 但零二十年前 隔壁张闪来接她两个 接待没换 如今都还记得 女公子这话 可不能让老夫人听见了 不然 她能再记恨你十年呢 女公子今日休默 可是又要与林将军出门游玩 联邦给女公子 是个好看样式的发迹 不知 好不容易在家谢谢玉玉 我就不都在这儿 哪儿也不去 女公子又与林将军吵架啦 什么样又 我经常与他吵架吗 这林将军在独城中 谁人不撑起冷面将军 谁人见了不瑟瑟发抖 也只有女公子敢与他生气了 不过 不过以咱们女公子的聪慧 想哄什么人哄不了 可女公子对林将军 却不肯用那些哄骗人的手段 所以呀 你们对彼此 都与众不同 什么与众不同 不过就是他难伺候 我懒得伺候 女公子 宫中来人 带来太子妃口信 虎符不见了 是何时的事在何处不见的 殿下为何擅自要将虎符 带出东宫 臣不是早说过 虎符一定要留在东宫吗 吴就是太过担心虎符安危 所以才日夜难免 还时常听见奇怪动静 太子妃说这宫中人多眼杂 不如将这虎符 带给他堂兄孙胜 让他带去子贵别院 吴想着 那好歹是他娘家人 又身兼东宫护卫首领多年 怎么着 也能将此重物看得老一些 可谁曾想 这半落上就给弄丢了 自上 再过两日 万将军就要带兵交匪 营救王将军 吴要当这百官的面 去导送三军 解释若拿不出虎符 这该如何是好 臣早就说过 那孙胜行事粗疏不堪重用 殿下为何还让其安坐 东宫侍卫首领之位 行此大事呢 可那毕竟是太子妃的堂兄 太子妃央求吴 替其担保 我也不好搏了太子妃的脸面 殿下总是这样 任用亲友 却存不在一起才得 子生 吴之其为大错啊 快帮吴相相罚子 这接下来 吴该怎么办呀 此事皆因王淳而起 殿下可曾问过他的意思 是 车骑将军他 他病了 病了 那楼太傅呢 他不会也病了吧 那倒没有 楼太傅说此事可大可小 大 无轻乎之责 罔顾父皇重途 无玉下之能 小 无非 无意识不慎 是茶弄丢的 此话事个人都会说 应对之策呢 楼太傅 让吴去求母后 请母后替吴请罪 父皇爱着母后 必定会返外开的 那殿下以为 此计可行逢 为人子女 不能好好交上父母有就罢了 总不能事事都连累父母 母后是何等清华高贵之人 二十余年来 从未因为私事向父皇开口过 吴不想因为此事 折入母后的尊严 此事 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